世间死法千千万 唯独这种罪扯淡 你听说过被活活争死的人吗 据说这种死法 连发明袍唠之行的打击看了都直呼太残忍 因为这是一种全身360度无死角的疼痛 里里外外方方面面全方位感受痛苦 关键最要命的是一下子还死不了 他会慢慢的榨干你最后一个能够感受痛苦的神经后才会死去 而这样的人间惨剧竟然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6年2月27日 地点四川省广源市立州区荣山镇于农村 有一个年龄44岁名叫李恩真的农村妇女 她欲有一双儿女 儿子成年后在外地打工 丈夫务农 11岁的女儿还在上学 一家四口日子虽然清贫 但还算过得去 然而平静的日子终究被李恩真突如其来的疾病所击破 原来几年前的一天李恩真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随即而来的便是耳朵里经常听到一些正常人听不到的古怪声音 李恩真的父亲他言 所谓的有鬼怪附身那些都是在扯淡 李恩真实际上是患有精神分裂症 不发病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一旦发起病来就癫狂不易 见人就是又抓又挠 发泄之后 过不久又自动恢复正常 长此以往 李恩真被折磨的痛苦不堪 家人也被发病的李恩真搞得没办法正常生活 当然家人也带着他去过省城的大医院看病 也确诊了李恩真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疾病 然而高昂且持久的治疗费用让全家人望而却步 像他们那样的家庭是没办法承担的 但病还是得治 就看有没有能够接受的价格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意外获知一个消息 说是隔壁村里有两个大间 他们医术之高明 无人不知更是无人能及 李恩真听说后 强烈要求丈夫严峻登门拜访 务必请大仙出山 李恩真的丈夫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找到了大仙樊某和胡某 二人告诉严峻 李恩真之所以久病缠身 完全是因为被魔鬼附身 如果不驱魔 这病永远别想治好 听到这个说法 不光丈夫严峻不信 包括李恩真的家人也都不相信 然而李恩真却是深信不疑 要求樊某和胡某为他驱魔 全家人都拗不过又哭又闹的李恩真 没办法 指的同意了他的荒诞要求 宝子们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时观众用手机录下的现场真实视频 只见二位大仙穿着一身大红袍 头戴面具 口中念念有词 时而自转 时而公转 在锣鼓声中将阴森恐怖的氛围拉得满满蹬蹬 然而这些都还只是前线搞这么多花样 只是为了让仪式看起来物超所值 紧接着 樊大仙和胡大仙抬了一个大木头 真正的驱魔仪式这才刚刚开始 大仙命人在现场烧起柴火 意思是要将李恩真放在木桶里清蒸 说是只有这样才可以驱魔避凶 在他们营造的氛围之下 李恩真和丈夫对大仙的能力是艰辛不已 为了表示心意 李恩真夫妇慷慨的摸出整整四百元巨款作为筹剑 大仙收了钱以后加快了进城 将伙式烧到了最网 并在木桶上加了一个盖子 说是这样蒸出来才有效果 然后又让李恩真穿着内衣进到桶里 蒸的这个位置在这儿蒸的 小少 你说咋就只一个 一个锅 大仙信誓旦旦的说 妖魔最怕的就是高温蒸汽 只要温度一上来 到了一定程度 他就会自动离开李恩真的身体 我的天 蒸包子也才十几分钟 李恩真却被安排了足足两个小时 刚开始温度还没完全上来的时候 因为外面温度低的原因 李恩真还觉得很舒服 然而随着时间的延长 李恩真开始黄叫起来 听到李恩真在木桶里不停的叫救命 李恩真的家人们也曾多次要求终止仪式 均遭到了大仙们的反对 他们表示这是魔鬼的叫声 并非李恩真本人的声音 不用理他 如果贸然中断仪式 达不到效果他们该不负责 与此同时周围的村民听到惨叫声 也纷纷赶到李家菜场进行围观 不时也有部分村民多次反对这场恐怖的仪式 然而大仙一次又一次的笃定 让这场仪式终究未能被打断 两小时后 村民们闻到振振肉香 眼见李恩真的脸色由白转红又转黑 这才不顾大仙的阻挠 勇敢的将奄奄一息的李恩真从木桶里解救出来 有几位村民赶紧联系了一声 当时把他抬出来的时候他还活着吗 活着的 活着的就最无力了 当时你把他扶出来之后 我没扶 就上边有点一点 或者是青年孩子叫喊 叫喊过后就把他扶出来 扶出来过后呢 就无力了 他就喊妈呀 妈呀 我看到他就脸上嘴巴都在这封了 我说就不行了 我当时我就叫喊开的 叫喊开的 或者他们我们就都去喊人 把人一喊来 或者部队一喊喊 活着部队就落得去了 只谁喊喊一过半小时 也就死 李恩真被众人救出木桶后 连一个小时都没能挺过 一声感到是 他已经撒手人寰 两个大仙见识不妙 骑着摩托车溜至大吉 李家人立刻报警抓人 当天晚上 胡某就被民警活捉 另一个假大仙樊某 也在次日被捕归案 如今李恩真已经不在人世 她的家人们痛苦不已 只能在曾经争处过她的地方 摆上香烛进行悼念 早是今日 又何必当初呢 然而 像李恩真这种案件也并非个例 早在2013年河南这城县就发生过类似案件 一个叫王文书的男人 也是给自己患精神疾病的妻子治病 不相信科学 不进正规医院 偏要请巫婆上门驱魔 结果可想而知 同样是将妻子放在大缸里 用大火轻蒸致死 惨案发生后 巫婆王一珍获刑三年 死者丈夫王文书获刑四年 诸如此类惨剧根本就不该发生 也不能发生 全民抵制封建迷信 相信科学发展科学才是硬道理 晚安马卡巴卡 晚安元宝们